在台九县郊湾段178公里处北上车道 一名年约79岁的男子驾驶自小客车 沿台九县南往北向行驶 于上述时地不慎致状分隔岛 经警交到场后 发现男子生命迹象正常 立即将他送往慈祭医院救治 经查该男子持有合格驾照 九厕纸待抽血检测 肇事原因则尚待警方调查厘清 然后民众是卡在车子里面 然后我们救护车车主到现场之后 该患者是卡在驾驶座里面 然后车子的喇叭声都还在大响 然后我们救护人员就先行评估现场安全之后 我们就进去大概花了几分钟之后 就协助他脱困 然后在脱困当中 发现他的下巴有失劣伤 然后口中有吐鲜血 然后意识昏迷 然后现场我们很快速的脱困之后 交由救务车人员 我们送到慈祭医院去 然后送到慈祭医院去之后 该患者的身份是日本人 然后就交由慈祭医院去做急救 我们下车的脱困 我们下车的脱困